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工程 你知道最近出新闻了吗 11月25号凌晨一点多 你见过吗 就是山西有个地方叫喉马市 喉马市的这个西客栈 新建的后车大厅 他是怎么到呢 十个小时以前隆重领导都来了 举行这个封顶仪式 封顶仪式举行完之后 十个小时 就眼看着凌晨一点 这两层后车大厅 缓慢的 缓慢到什么程度 有些人还跑了 在边上的人 就看着 就开始往下塌 这些人就跑 有录像的整个过程 没有录像 但是报道 目击者说 最后有照片 你看照片 中心 就这么哭 他一下子 最后 踏进地下一个大坑 砸死三个人 我还砸死三个人 砸死三个人 幸亏是凌晨 而且当时是上边说在封顶 底下没什么人 就这事 光当一下子 你又想起凤凰 那个大桥塌了 那可是死了几十个 但是你们发现没有 所有这些灾难 都只有刚刚发生的时候的新闻 事后都说有人敢去 要怎么处理 什么什么 但再没跟进 中国的老百姓忘得快 中国的传媒报道 你看你 你现在还记得黑龙江的 山西的前面出过大难的 后续报道有吗 有谁怎么处理的事情 有吗 没有的 中国的传媒 只有对华南虎追的比较久一点 对任何的矿难 最近有一个新闻说 追到东北的 原来当初出这个灾难以后 说要处理一个副省长 结果记者追到那里去 去采访这个副省长 然后副省 就是这个副省长说 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妥善处理了 不说我在分析 为什么这种东西 它就只有短暂的新闻效应 再一个 也可能说 就这种灾难 时常在发生 人们都麻木了 这个发生完了 又下一个发生 所以前面的就 马上就被忘掉 要是没有后续报道 要是没有处理的话 那个事情根本 就不断会发生 你说的特别对 徐老师 我觉得这确实是中国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同样的事情 出了一次又一次 我跟你讲 我以为 我过去以为 我不适合搞管理 最近我发现 可能很多人 你在那位子上 你还不如我会搞管理 因为咱就算不说别的 说我特别烦的 你像我就跟他们说 怎么可能一个错误 是吧 你出现了一次 第二次又出现 第三次又出现 是在我来说 是不可理解的 因为实际上 没有谁对谁有仇 没有谁要整谁 对吗 而是说 你出了个错误 这是个很冷静的事情 工作中出现这个错误 要依着我的脾气 那就说 为什么 那么我们肯定是有一个规章制度 没有建立好 好 那在哪一环出了毛病 哪一环 那么好 我们以此为戒 以后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对吧 第一环节你负责 第二环节我负责 第三环节你负责 这样不就行了吗 好 都答应的 好好的 可是怎么着 又出一个这个事 我现在特别不理解的 就是 就是这种问题 我们每家都有那个火表 你现在灯多了 你表一跳 你就知道你有很多富的小开关 你一个一个去试 对不对 你试到了 你说 原来我住在厨房 原来我这个住在走廊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说这个每家电表都可以分析出来 你这一矿难事故 你出来 你是哪一个部门 哪一级 那你彻底查了以后 其他类似的矿的隐患的问题 他们就会提高警惕 他们知道这要丢官 这个可能要坐牢 这可能要犯法 等等 就是因为没有后续的处理 所以其他的人看 哎 风头过了 没说 你又有巨大的利益在里边 让他应该被遗忘 这属于要被遗忘的 否则没有办法继续 高利润的进行这件事了 我只要把利益当中抽出一部分 来作为遗忘费 对不对 就让他不要忘 然后你或者通过转移新闻 或者通过就把这个 但是但是除了这个官员体制以外 我们老百姓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的兴趣啊 也就是那么容易被转移呢 就是说我 我在讲报纸啊 那有些东西 他们也就是转移的这么快呢 就是没人就是说 你比方说你难不能有一家报纸 就是说你这里出一个 我就派一个记者 今后一年你就在那里 对 对我一家大报 我就派一个记者 常住在那里 一年你给我每个月每个星期 给我不断的发那里面报道 我用不用是我再说 你就是说确实我同意 你说的这就是说有媒体的一个 不是短期行为 他不是追踪一个就当下性 他要有一个长期的对这个社会的一种责任感 对吧 就是作为他职业的一个责任感 他有一个深度的报道 这要求一个长期的眼光 然后你说的受众 我觉得这点上 你那些矿难的家属 他是一辈子不会忘掉这件事的 你说的受众都不是那些人 实际上是一种 就是媒体注重的受众 是一些所谓 就是这种热点新闻是做给谁看的 其实是一些 比如城里人 爱看电视 就是他是一种快速的生活 他想看的是一些成功的故事 发财的故事 他也不是受害者 你知道吗 所以他不是不要 管理宣传的人 是有个假定 一种是说 我做这种事情做多了 负面做多了 对维护全局不好 但是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我还非常 你要说句公平话 还是有人在做这个 比较深度的 比如说 还不得好报 比如这样的人还受惩罚 对对对 你看那个拍 你就说矿井 我就想到这个 拍盲警的那导演 李扬 做过我们节目的 做过你们节目的 但是盲警 他就没有公演啊 都因为我觉得除了 最香 在大陆 我说的是大陆 他拍的是一个很真实的 而且在中国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 按说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重大题材 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家来关注这种事情 但是我觉得一个是可能有审查制度的问题 他没有公演 另一个也有一种受众心理 可能大多数他也考虑这种片子可能没多少人爱看 就是你说的这没多少人爱看是什么呢 就是大多数人不想看这种黑暗的 你知道有个电视台的导演跟我讲 说你们做节目说什么关心民间疾苦 他说我告诉你 我的体会 人民群众不爱看自己的疾苦 不爱看自己的水深火热 他们爱看娱乐 豪门恩怨 福华世家 这种 这个东西 要不说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要不说是这个东西他看得很高兴 他已经挺堵的了 整天在在看我们自己 你说他说这种矿井里的事 我看出来是你们这些搞评论的人关心 没错 孙志刚的事情当时大家全部老百姓都关心 那是 就看你怎么报道 对对对 所以你你这个角度我也有一个角度 就这个事情 最近有人写一个评论 你就说猴马这个事 说瑞典一个什么建筑叫什么厅 门口啊有一个塑像 这个塑像就是说当时大家要向这个工程致敬 或者选一个人 最后就选了个建筑工人 就等于说向小人物致敬 这个文章的评论 我挺有感触 就什么角度 我跟你说 我现在常常发现在第一线工作的人 他们已经盯不住来自上头的野心了 就是说派活的人野心是无限的 可是派活的人不是干活的人 你说这次这个事故 包括上次大桥的事故 都有工人说不能弄 咱这水泥还没办好 不能往里灌 可是派活的人的野心 他已经膨胀到 我几十周年大庆 我几月几号必须要封顶仪式 我要完工 他不干活 可是最后砸死的都是干活的 我跟你讲 你像包括像我这种干第一线工作的人 我爸就是搞公益的 我对这个特别有体会 就是说我们这种人都是不见识眼吗 很短视的 谁给我讲故事 我都不爱听 我喜欢的就是说今天的节目怎么办 或者说我我们是搞专业的人 对吧 我们可以知道你给我八个小时的时间 我能达到我的质量标准 我负责任的做一个节目出来 可是你知道吗 不能大干快上 对 但是我们现在各个部门上就跟建大桥一样 他领导就说你的投入实际是很少的 可是这点投入 但是也想换来无限的回报 你知道吗 他这个心思 他这个雄心壮志 可是实际上一将功成万古枯 活都是建筑工人干出来的 也许那车站就是赶工赶出来的 赶工 虽然就说原因有待调查 但是你说封顶仪式十个小时你就塌了 那你是什么原因呢 是吧 就是所以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说 你得尊重内行 我老实讲 我认为现在还有很多单位都存在这个问题 但我爸当年是搞公益的 那家伙就是你不尊重工程师啊 工程师说的是科学 是说我们这个 但是我们老拿这个意志雄心理想 拼一拼 冲一冲 反正死了是你们的事 你他们就这个吗 最后一句讲得太残酷了吧 那那咱说的过分了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这咱就说的砸死的都是盖楼的 对吧 这是像你说那个什么盲井 那矿井里边出 那个派活的 它是在上头的 你看见几起矿难没有 派活一天出多少吨煤 你必须得下井 工人都说了 底下都瓦斯都闻到那都闻到味了 都着了 你下井 你说它是这路的 而跟他无关的这些人 他不在 又不是在上楼里的 又不是在下面受害的 人是对这个是漠然的 很多人 不是我的事情 他不关心的 所以这样像这样的电影 他也就确实就被边缘化了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很高兴的 一个就是说 这个盲山的导演李扬 他又拍了一部新片 叫盲井之后 他又拍了盲山 盲山 盲井是讲矿难的 最近你是去看了 我看了 马上要公演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至少他这个片子 他就进入了一个公共的渠道 那么这个故事 它也是一个 一直在发生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拐卖妇女 对吧 这个历年都在发生 现在还在发生 也是一个非常 就是让人很不舒服 很反感的一种现实 但是它是真的 这次他的这个电影 也是一个真实的案件 就是一个女大学生被拐卖了 拐卖到一个村子里去 对 那这个角度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他我在想象 我不认识李扬 我觉得他肯定 其实是一个城里人 他是一个城里人 上个节目 李扬去乡村 那种教养很好的 家庭的子弟 但偏偏是这样的人 去拍这种东西 对 但是我就觉得 他拍的这种 他的这种张力 在里边又是一个城里人 因为他主角 就是个城里人 女大学生被拐卖到乡下去了 然后一到乡下 这么一个生活 完全不能接受 你就变成 就是说一个 一个鲜花掉到粪坑里了 的那感觉 对吧 但这个农民作家 在沈从文笔下 就那就 我们的翠绿的草地 来了一个 对 那个机械塑料的东西来了 对 他那个 在那个 沈从文的小说里 大学生是一个 另一类的生活 不一定就好的 就美化了 而且乡村的生活 可以拍的很有诗意 很纯朴 你到那不正好 你教会什么 或者从 再从一个 现在的左派的 政治正确 你可以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 你就在那留下来 就行了 那可能行 我就是说 大师大妃没有了 拐卖 他教的拐卖妇女 但是从农民的角度讲 他 你就是 我就觉得 他这个 他我花了七千块钱 买了个媳妇 我对你特别好 每天给你吃鸡蛋挂面 给你买新衣服 知道你委屈了 但是我们 你已经进了我们家了 我们都能过这样的日子 你为什么就不能过呢 说新时代的拐卖妇女 这女大学生 给骗到村里去了 这个片子里有一个小片段 徐老师 你可以看看这种 两种的对比 你就看看这个情况 是怎么发生的 就农民觉得 买个媳妇回来 但如何能让他就范呢 就是这样的一幕 你看看 你快 你快 站住 干啥 他给我还亲人打着 两个小鱼子都失作不了 你算个男人吗 接下 女子 在做女人的 自作都过这一关 家谁都得家 你家给俺 俺一家人不会快得你的 滚 再给油烈谈了 上 再给油烈谈了 赶紧来保吗 这就 这咱看 没法犯罪吧 是吧 你说这也是一个色情场面 你看了感觉是怎么样 我以前不是讲过吗 我们下乡的第二天 就有个农民跑来 跟我们男子亲说 他说 你们中间有个女学生 他要肯嫁给我 我一辈子不要他下地 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才知道 这是一个多大的许诺 这对他来说 对他来说 这句话 比今天很多男人 要诚恳的多了 一辈子不要他下地 可惜我们的女同学 还不领这个情 很可怕 他们说 但是就说 我说他这个片子好 就好了 你开始看的时候 我觉得就像一个纪录片一样 他确实把这个人 处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当中 他的思维 完全是从他自己的角度出发 完全是都能说通的 从女大学生 他就一定 怎么要逃出这个 万恶的 这么一个地方 是吧 他被强奸等于 另外从农民的角度讲 你看男方的父亲和母亲 都是非常淳朴 善良的农民 就像当年罗忠丽 画父亲那种眼色 也挺憨厚 也很憨厚 这个女的 你看刚才妈妈来说 她也很诚恳 她也就是说 她也不是不通人情的 一个就是简单粗暴 所以这个情况的复杂性 强奸是你现代人 城里的概念 你看过曹乃谦的小说 曹乃谦的小说 写山西的农民 他是这样的 他进来以后 女的不干啥吗 他就是 他说这个男的叫他 他说他都不干啥吗 男的就没办法 结果村里的人就说了 他要不做饭 那也算了 他要在床上不干啥 那你不行 不能由得打 然后他妈妈也来说的 然后说他妈妈来跟他说 当初我进来也是不干啥 我爸打我 打了就干啥了 结果他也进去打 就打了以后 他就干啥 就下地了 不下地可以 不上床不行 就是没尽到责任 所以村里的人 就是在他那里面 他不叫强奸 然后能够换位思维 就是把你自己一个城里人 换到一个乡下人的角度去一想 这事情的完全你的看出来的意思 就完全是相反的 所以你知道吗 现在就是在说 就是现在中国进入一个这么特殊的时代 你像你说的这个是城里人 给卖到农村去了 但是更普遍的现象是农民进城 你知道这两件事 我听过他们这个学者讲 首先有一个 我现在慢慢明白了 大批农村的人在进城 实际上带来一个副作用 就是他们回去之后 他对于当地乡村的原始的伦理秩序 是一个特别大的冲击和颠覆 但是同时呢 他大批人口进城 好像又引来城里人的很多问题 这就是徐老师关心的 咱们广告之后可以聊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最近研究城市人口问题 不是不是 这类的现象太多太多了 就是你刚才讲那个非常重要 就是说我们都只看到农民工进城 对原来城市持续的 或者说破坏 或者说改变 或者说是 但是你讲的真的太对了 就是说我听过一个真的故事 朋友讲说是一个真的故事 就是说有个乡村的女孩子 她到了城里了 她开始做从工人 做这种waitress 然后就做赔 就是三赔 三赔 直接到后来就等于做新工作者这样 赚钱 赚钱了以后 她以为她乡下的父母不知道 她用各种方法骗他们 然后把钱带回去 但是后来她有一天 她发现其实父母是知道的 然后她用这个钱 资助了她的姐姐读大学 她的姐姐成绩比她好 考上了大学了 我就一直在想 太好小说题材了 她的姐姐 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呢 她要是知道了 她能不能拿下这个钱呢 就是明白了 她妹妹就说 你读书比我好 我资助你 那姐姐就说 我将来一定还你 然后她就觉得很自豪 她能够帮她父母 已经在家里盖房子 盖什么 她一直就骗她父母 但当她有一次回家 她后来发现 她父母其实知道的时候 这个女的自己也很崩溃 你知道 她发现她原来父母是 可以让她这样做的 她就很崩溃 但是你知道 她每一次带回去 随便拿一点钱 也就是说 她在两三天晚上 可以把她父母 一年的收入赚 绝对的 那个数字足够大了以后 人的道德进不起来 你说你今天 五万十万不做广告 要给你五千万 你就是 你什么都做了 什么都做了 对农民来说就是这样 她一年就赚几百块 上千块钱的情况下 她女儿一回来就 说一下子就给一千块钱 两千块钱父母 你说对这个乡村的 而且还有很多人 她父母不仅没有潜在她 而且还说 隔壁谁家的那个表妹 也想到城里来怎么样 你说人家讲这个故事 她说她想写小说 我看的都有这种 就是说 夫妻俩一块进城 进城了以后 她没有办法找到别的工作 结果就男的就变成 这个女的的经纪人 经纪人拉低调的了 归功 拉来客人 她出去 女的老婆或者女朋友 就在里边办事 你说这种 就是说这种 一个所谓的情感 在经济这么一个 这么硬的一个东西面前 它是非常脆弱的 你说刚才我们说 这女大学生 她是被迫失身 对吧 所有的人都很义愤前衅 觉得这个太残酷了 太丑恶了 那你怎么看 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呢 她是自愿在现身 她自愿把她身体 但是她实际上是她的真正的选择 其实她等于是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就是在这种经济的 不会这么说 不会这么说 人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只是说人会贪图这个东西 比方说你 你在东莞打工 你一个月八百块 突然她发现有个机会 一个晚上八百块 那她就在这里边做权衡 没人以为说 这个一个晚上八百块 会比一个月八百块更幸福 没有人这样说的 但是她会说 当然这些 他们会找一些道德的依据 比方说 我父母生病了 对 我妈妈要 我外婆要住院了 没钱了 以减轻自己的犯罪感 对 但是你知道 一旦坐上了以后 人你知道这个 人是往下走 谁往低处流 哪里人往高处走 人才往低处走 包括就说 你像有的女孩子 就是所谓的二奶 所谓二奶 那么她家庭贫寒 但是后来你就会发现 如果她找的男人 特别有钱 而且所谓的还挺好 回到他们家乡 帮助他们家盖了小楼 不仅帮他买房子 还帮他父母亲买房子 他定地结婚 还得靠你 对 真当老婆来对待 这个时候 父母亲都变了 父母亲也觉得 我女儿找的 这就是老公 对不对 父母亲 挺心疼 然后你想想 对村里的原始的伦理次序 是一种什么样的 对 就是因为我现在开始 农村的破产 不只是经济的破产 伦理 对 农村的破产 不只是经济的破产 那我们全是破产了吧